它給你這個排位線的方式 要你求排位線的0點焦點對稱軸準線 還有證交線長 那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第一小型要說 x 平方加 2x 加 8y 加 1 等於 0 要求這些東西 第一個 平方是在 x x 有平方 所以你把它配方一下 顯然它是 x 減 h 平方等於 4c y 減 k 這種形式 x 平方加 2x 把它保留 然後這個把它移過去 - 8y 減 1 所以你這邊要加上 這一半的平方就是 1 的平方 左邊加多少 右邊就加多少 兩邊才會相等 這個就變成 x 加 1 的平方 就等於- 8y - 8y x 加 1 的平方等於 4 乘以 c 乘以 y 所以 c 乘以 2 乘以 2 c 乘以 2 乘以 2 那你的這個頂點就是 - 1 0 可以想說這個等於 0 這個等於 0 好 就是- 1 0 所以你的頂點- 1 0 你是平移 這個 hk 就是- 1 跟 0 所以頂點在- 1 0 然後它的 y 是 1 次 它的焦點是上下形 所以它從頂點 上下就是 y 要加上 c c 是 2 所以這個加 2 所以- 1 不動 0 加 2 就是 2 所以- 1 2 2 對稱軸就是這個平方向等於 0 所以 x 加 1 等於 0 這是對稱軸的方式 當然也可以寫成 x 等於- 1 然後準線呢 準線它是 y 次 準線是 y 等於多少 y 等於- c y 等於- c 但是要平移 所以 y 等於- c y 要等於負等負 2 然後 y 要改成 py 要改成 y 減 0 y 改成 y 減 0 還是 y 所以 y 就等於正 2 正交線長是 4 倍 c 的決定值 c 是負 2 所以 4 倍成這樣 負 2 的決定值 當然就是 8 好 再看看我們的題